足鞋杯1分4决赛 南通之云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 南通之云保级形势严峻 中超前24轮比赛 取得3胜10平11负鸡19分 排名积分榜倒数第二 青岛海牛则是6胜5平13负鸡23分 排名积分榜第13 还有机会再往里走 还在带起脚打门 这下磨鸿飞 一次非常精彩的扑就 角球的机会 连续的向里线走 巴尔德 最后是完成一脚 石大力城射门 钻出角球 给出来 再往里给 这个球给的线路 都是有些低 巴尘运继续往里给 看看杀一搏 这下也拿不到了 杨鸣确实很灵活 他这个转身这个扭曲是非常小 看这下给过来 水门出来 这个球 牟空飞预判的还是非常的准 如果他这下不出来 非常有可能 就被南通之云的队员拿到了 这个球 下半时 根据这个比赛的情况 再来搏一搏 这下投球点 地下是没有零好 其实这一下 如果是零好的话 卡斯蒂洛完全可以直接磨到近距离 看看南通之云反击的机会 这下 还有 再往前 摩尼拉托扣过来 再打 这下完全可以传球呀 这边巴尔德 可能是想完成一个一条龙 前面这个带球确实比较顺利啊 所以可能他也是带的比较兴奋 这个球无论是给这个巴尔德海 王松给进来 这个点给的不错 投球蹭一下 但是 这个正龙还是有远射的机会 没有打 再给进来 投球 这下又是很危险 可惜了 刘军帅的投球 这下是想端给正龙 远射啊 这下 球进了 没想到 北达通之云加强进攻之后 反倒是被青岛海牛在湖顶位置处突施冷剑 马兴奕的进球 又是五分钟 被青岛海牛在课长率先取得了比分量的领先 顶出来 这下是想直接给正龙 但是解围出来之后 这个湖顶处保护还是不够 这个马兴奕这脚打门呢 再来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打得很轻巧 直接外脚被下一个撩射 这个球确实打得很老道 原来是有一个变现 就是 杨明杨和这个莫德拉托 这个球莫德拉托肯定是回不来了 但是杨明杨也没有在位置上 这边双方又是有一个想要的冲突 把这个球确实是突完之后 脚是踢到了刘军帅 但是我觉得这个球 从半天头来看 把尔德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这种比赛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还是脚球 这下可能 蓝竹之鱼队的队员在投诉 青岛海牛队的队员可能有这个手球的嫌疑 视频助理裁判的 如果说真有的话 裁判员是可以发起视频回放的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镜头来看 确实是有打在手上 给进来投球 但全将球击出来再打 直接射门 这下还是脚球 这下是想给插上队友李湘宾 但是没有成功反过来 青岛海牛的反击机会 康官往下顺 门前的同射球进了 这下青岛海牛扩大了比分 没想到南东之鱼队的反击没有打成 反倒是被青岛海牛断球之后 打了一个 刚给到康瓜之后 康瓜拿球 看到沙里奇在前叉往下给 这下也是看到门将出来 沙里奇用脚尖轻巧的一捅 这个球 完成了一个坏人 都是要把这个球队的进攻当中的速度 还是要打出来的 还是要去威胁南风之鱼 这次外围的脚软射 没有难助蒙鸿飞 又是停球的失误 看看逢进 给过来 转身打球进了 这一下比分来到了 0比3 那这样的话 这个球打得很坚决啊 在进去里转身之后啊 直接就打了 再来看 逢进 脚弯的一个变化传进来 左脚停 经过来之后是 一瞬 换到右脚来打 这时候猪杂半啊 唐顺骑士车也抢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最终呢 客场来赞的青岛海牛 在足球杯第五轮 这场较量当中是 3比0 战胜了南通之鱼 这就是